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那今天一樣是賞花 賞拖鞋藍 那這一盆拖鞋藍的 名字齁已經有點 不可考了齁 因為這個花牌 我當初賣家賣給我 我也沒有仔細查過齁 現在已經有點 看不出來 後面是什麼品種 前面是 山德利 不知道膠什麼膠出來的 看不太出來了 那因為這盆 這盆鞋藍我已經種差不多六年了 當初跟賣家買來是一牙 一牙的側牙 種到現在齁 第一次來花 第一次終於齁 可以驗名他正身了齁 但是卻 才發現賣家當初的那個名牌齁 寫得有點模糊 有點潦草齁 所以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那我有去對比當初賣家 他PO那個照片齁 那隻那個母豬 他記得他是說側牙分出來的 問題是 當初我去買的時候齁 後來我現在去對照他那個照片齁 那個母豬的花齁 跟這一朵有差異齁 差還蠻大的齁 所以因為基本上你側牙分出來的齁 花不會有那麼大的差異齁 除非是說 我是用苗瓶去種的齁 所以每一顆有可能會稍微有點差異性 那基本上側牙分出來的齁 同一個媽媽 他直接這樣分出來的齁 基本上花不應該是會有這樣的差異性齁齁 齁齁 齁所以 所以 六年了齁 也不可能再去追 追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原本當初買那個品種齁齁 好 那 現在就來賞一下花齁 那這一朵的花 還蠻大朵的齁 很大 這樣他的虛 他虛的 總長度齁 從這裡到這裡齁 我剛剛有稍微量一下 差不多 22到23公分左右齁 還蠻長的 然後他的虛 是稍微有捲曲的 微微的捲 沒有到非常捲齁 然後再來他的花齁 來這個虛這邊有長毛齁 這裡 還蠻有趣的 虛上面有毛 再來 基本上這個形狀齁 這跟一般比較這種 大型的拖鞋齁 就是有長虛的齁 基本上 造型差不多 這是一個蓋子齁 然後 稍微橢圓形的形狀 有 條紋 深色條紋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一個 鞋子的形狀齁 在他背面 這裡有點毛 背面這邊 深色這裡 很多毛的一朵花 幾乎都蠻多毛的 背後都有齁 花很大 也很漂亮 第一次來花 整整 花了六年的時間 齁 還種這個 這個品種齁 因為當初買的時候是 只有異芽啦齁 那是從 大概 去年年初 還是前年年尾的時候齁 長了一個側芽出來齁 有長側芽 兩芽他才有機會開花 基本上脫西蘭一芽齁 不太會開啦 比較難開花齁 所以 阿貓一熬到兩芽之後齁 今年年初給他換了大盆 現在就來花了 終於齁 等一個品種買回來 雁明正生要六年的時間 齁 真的是蠻久的齁 好 那阿貓是怎麼種的齁 我這一盆的 盆子裡面的芥匙齁 我是用樹皮 還蠻粗的樹皮 加上 加上珍珠石 這邊看到是珍珠石 小顆的齁 然後再混 原本齁 在我換大盆之前 裡面是用 藍石跟樹皮 那 我在換盆的時候齁 那盆我用了 六年的時間 5年 我都沒有換過盆 今年年初第一次換 所以原本裡面的 蘭花的植材齁 除了藍石以外的 我都把它全部 剔除掉 因為樹皮會爛 樹皮久了 一定會爛 那樹皮爛的話 就會影響 植豬的 根系的生長齁 那藍石不會爛 所以我會 我就繼續把原本的藍石 丟回去 然後再混 新的樹皮 齁 粗的 加珍珠石 這樣子的方法來試看看齁 以往我都是去用 去買 混好的 蘭花的植材 來種 那我今年 年初的時候齁 換了好幾盆的 拖鞋籃 我都把它統一變成 樹皮加 珍珠石 然後 混 原本 裡面的 蘭石這樣子 齁 用這種方法來種 試看看 看會不會比較 好管理 或是說 他們的根系 會長得 好一點 好 閃花一下齁 我們看一下側面 側面也非常的好看 花大就是美 很長的區域 稍微有點捲曲 非常的漂亮 只是說 等它開花真的是蠻久啦 等蠻久的時間 一般 很多人種那麼久 很多都是放棄的 要不然就是種一種 種到一半就掛掉了 要等那麼久等它開花 真的是 需要一點耐心 所以阿伯常常在講齁 種蘭花齁 是在種耐心的 好 當初這一盆也是阿伯剛入坑的時候 買回來的 他也沒想到說 一種都種那麼久 我才看到他的花 好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齁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然後開啟小鈴鐺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齁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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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